第一個的話呢 大部分同學這一班的程度其實又比之前上課的 同學程度又來的更好 因為大概一半剛好50%是進階 這個也是 讓我 感覺到有點 這個有點驚訝因為程度又比之前之前大概 看起來入門為居多 那現在這個進階跟高階為居多 五個同學是高階的 有12個同學 是進階的 入門的同學的話大概有7個 做這個問卷主要用意是 除了要了解 大家的程度之外另外有一點就是 如果你是選 入門的這個 這個區域的同學 那意思就是 你要多花一點 時間 還有呢你課 課內你可能要認真聽講課後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回去練習 OK 那 這個高階的同學另外就是說如果 進度 當然如果 有點比較 不如你的預期的話 也許你可以多做一些其他的範例 像我們有上課用書 裡面有其他 也許你可以做做看 也許可以再把你的問題 也許再提出來討論 也是個方法 好那接下來另外呢上課希望哪部分為主 那看得出來最多 人是選這個 高階相關函數 當然我們這門課 基本上 會講到函數 那有些函數也許你比較少用 也許我們就是 針對那個你比較少用但是你應該知道的函數做 多一點的說明 我會補充一些 可能你應該知道卻不知道的函數的使用方法 第二個呢最多的剛好就制定函數 那其實我們按部就班 其實也是教你怎麼樣制定函數 不過制定函數呢就是要寫VBA 我剛剛講過你要 懂得 怎麼樣去寫這個程式 寫程式的話呢其實 一定有點難度啦 相對因為這個是本來沒有的你要把它寫出來 OK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大家比較有興趣是有關 多工作表的自動化 當然呢工作上很多地方需要多工作表的那個 匯整資料 當然就是你要把 同一個工作表分開來 按照類別去分 分割這個 資料 或者是說合併啦 或者是分出去便宜 但問題 後面的東西基本上呢相對複雜 為什麼因為你 在寫VBA你單個工作表都 不慎了解你怎麼可能就是還可以 所以基本上還是按部就班 也許你單工作表部分呢 可以先了解什麼 如何去操作像基本儲存格 一個一個儲存格裡面資料我怎麼去把它自動化 另外在範圍 再欄跟列 那慢慢再來就是多工作表 跨工作表啦 可能跨工作表之後才是多工作表 再來是工作部 甚至是外部資料啦 也許是資料庫過來的資料 或者是網路過來的資料 你都可以做一些自動化的應用 這也許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大家說 反而好像大家對後面的東西比較有興趣 這其實 難度比較高 不過我們再斟酌一下 如果說大家程度呢 普遍性提高的話 當然呢 可以 就是再多講一些比較進階 不過 可能要視各位的 學習狀況而定 OK 不然的話 有些可能 基本範例都搞不定了 講一些難的 你可能會 頭更暈了 其他的話 像錄製去席 像錶單的設計 網路上抓取資料 好像選了 反正後面比較 所以這幾個 那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好像 不同的地方 對於那個課程的動機 都不太一樣 有些地方是 有那個工作上有擊破 為什麼來上 因為他 工作一定要用 他不會 就完蛋了 因為別人都會了 但他不會 那當然會有壓力 其實大家 不過我們這班 大家 比較想要 單純只是想要學 那這更好 因為如果你只是 喜歡 你會比較有熱情 才可以持續下去 如果你只是因為 你是工作上 你會覺得 會變成說你會 選 你想學的啦 變成 你 我是覺得學習應該完整 而且要按部就班 有些人就很急 然後要學很難的 可是你又聽不懂 聽不懂 他有挫折 那麼惡性循環嗎 反而不如就是 循序漸進的學習 來的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剛剛提過就是 請各位把那個 雲端上面的這個 雲端範例有沒有 把他下的 那我稍微說明一下 講義部分的話呢 這個就是我剛剛 POPPO裡面 繡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話 你可以再把他 再看一下 那個參考用書 我剛剛有繡一些東西 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 雲端白板 那這個什麼叫雲端白板呢 打開來 你會發現呢 上面 有這麼多 零一零二零三零四 零五零六 為什麼因為 因為就按部就班嗎 我剛剛講過 六大函數 五大函數 那因為呢 我們的白板 其實太小了 寫不了東西 所以未來 如果你想要找一些 上課的參考答案的話 你可以看到藍色的 表示是 參考答案喔 OK 旁邊有個題目檔 答案檔 那你可以打開來 其實 有一些參考的解答 都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比如說後面我們用到的 相關的公式 其實這邊都有截圖 你可以 大概看一下 大家知道 另外呢 未來會寫一些VBA的程式 如果你那些程式呢 假設你擔心會寫不出來 其實 有個另外一個簡單方法 這是VBA程式嘛 你至少你要學會選取 學會Ctrl C 學會Ctrl V 就會 至少你會run嘛 跑得出來 那再來就是 你可以把它刪掉 重新再來過 如果你也可以做得出來 基本上應該就沒有問題 那其實這些東西我覺得 不是要背啦 也不是說刻意要去 其實真的會用的 你就很熟了 熟了就跟 呼吸 就呼吸一樣嘛 所以有些東西就熟了 就很習慣的 直覺的動作了嘛 慢慢你也不會問為什麼了 因為 本來就是這樣做啦 OK 那只是說呢 當你還不會的時候呢 我們會階段 按部就班的跟各位講 怎麼去做 像後面還有VBA 按鈕這些怎麼做 其實程式就在這裡 當然你就是把程式寫出來 制定函數的方選 其實就一行程式啦 這個只是創在 然後 這個 一行程式就可以 制定一個函數 OK 那如果 至於要怎麼寫 我講是理解他 那你就會把他變出來了 那今天的話呢 我會用那個 案例的方法 因為其實要能夠學會VBA 最重要要有問題 如果你的問題越多 你解決 解決問題越多 你的功力越來越提升 這個有點像那個 玩遊戲打怪一樣嘛 你功力要提升的話 你打的怪要夠多 而且你要打到大 魔王也可以打 打敗那你當然可以過關了 所以你要盡量去找案例 比如說第一個 我希望打開那個文字語資料函數 我剛剛提過 就是第一個 請各位去下載那個範例檔 有沒有然後呢找到那個什麼範例檔裡面的文字語資料函數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要的喔 然後打開 那我希望做出來的 第一個就是手機 範例檔裡面的他 這個手機號碼 我希望呢 他能夠顯示 的結果長得像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的那個看到的那個範例 那他的來源 這兩碼 是這個 這三碼 是這個 這三碼是這個 但是呢 你想說三碼 可是問題是這兩碼怎麼辦 補零就好了 這補兩個零 然後中間補一槓 串在一起 OK那怎麼做是最快的呢 當然喔 如果這邊的話 有很多方法啦 這邊有提示嘛 你可以用and 一定用and 串接嘛 那REPT LEN 或者是還有其他函數 那這個所謂的REPT 就REPEAT REPEAT REPEAT 這個意思是 重複幾個零的意思 比如說他裡面有兩個字 那就重複一個零 如果他一個字重複兩個零 意思是說如果他沒有字的話 重複三個零 意思是說 用3去減掉裡面有幾個字 那我怎麼知道裡面有幾個字呢 就LEN去判斷 OK 所以基本上3減掉它裡面有幾個字 去決定補幾個零 OK 邏輯大概是這樣子 如果說今天呢 我要把這個問題解決的話 那該怎麼做 你可以用插入函數去做 這邊 那當然呢 這是內建函數 如果說你今天不用內建函數 最後後面我會講到什麼 按按鈕 按這個按鈕按它一下 結果就完成了 這要怎麼做啦 那目前是沒有 我們按不久半 所以第一個呢 也許你對REPEAT 相關函數不熟的話 請各位切到前面這邊有REPEAT函數 的練習 那所謂REPEAT就重複幾個字元 比如說呢 我希望呢 銷售量100 比給一顆星的話 那當然 我這邊可以用重複 REPEAT函數 所以 插入函數 找到 文字類 特別說文字相關的喔 裡面的話你可以找R開頭的 他會有個REPT 那當然未來 你在使用函數的時候啦 慢慢要習慣就是說 函數都很固定 就是呢 他會跟你要什麼資料 會兩個資料 一個TEST 一個是Lambert Hines 所以你給他一個TEST就文字 Numbert Hines 就重複幾次 這兩個參數給他 他就會給你結果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你給他文字 文字在哪裡 剛好在信號在這裡 或者你自己打信號也可以 點他一下 他會把什麼呢 這個信號幫你帶過來 重複信號 重複幾次呢 根據銷售量 現在158不對 除以100 除以100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出現 1.58 那當然 理論上啦 當然1.58 他只會出現一顆心 不過比較正確的應該是 不要1.58 就是留下整數 因為我只要1顆心 不是1.5%顆心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可以在前面再加int 錢瓜糊 這邊在後瓜糊 意思就是說 我用int這個函數 可以把什麼呢 小數點無條件捨去 int就整數的意思 就留下整數 所以 1.58不見了 各位可以看到 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一顆心帶過來 那後面都一樣嘛 所以你就向下填滿 不過向下填滿呢 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當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如果是 你參照 到的那個 出成格 假設我今天這個公式裡面 參照到 c1 如果你今天向下填滿的話 他這個列號有沒有 會自動幫你加1 這是規則 如果你向右填滿的話 他的藍號會加 就會加一個 c變d OK 那也就是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我今天 向下填滿你會發現這邊變c2 可是我 我不知道等級啊 我要固定怎麼辦 很簡單嘛 在1的前面 加一個什麼 錢的符號 OK 那表示說呢 我 這個地方 固定列號不要動了 向下填滿了 不要幫我加1 OK 打個勾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地方 就 完成我要的結果 OK REPT 可是REPT跟 這個綜合練習 有什麼關係 你可以試試看 另外第2個LEN 算什麼呢 算長度 那當然一樣同理可證啦 你插入函數 裡面有LEN LEN Lex 就是 他算幾個字 他一樣會問你說你的文字在哪裡 那我跟他講說我的文字在這裡 給他 文字 意思就是說 他幫你算裡面有幾個字 的意思 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OK 他會出現的那個 裡面有幾個字 不過當然呢 你也可以做邏輯判斷 這是否正確 因為深圳字號 頂多只有10個字 所以像這兩個都錯誤的 如果說 你這邊也可以多一個欄位叫 是否正確 你就可以再插入一個那個邏輯判斷 在這邊邏輯 一幅 如果呢 這個裡面的長度呢 等於10的話 那表示他是正確的 我打個yes好了 打個y 反之就是 No OK 那當然你就判斷 如果等於10 那就是yes 反之就是No 向下填滿 這個地方 就可以幫你判斷出來 其他的話呢 當然 除了LEN 算字的長度 REPD是重複之外 其他 比較重要的函數 像 那個密的函數 像這個 性別 各位可以試試看 如果今天 我想知道身份子 因為如果他給我身份子 我就不用問他性別了 因為你看就知道他是男是女了 除非他有做一些變性手術 例外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 你可以 先提取 中間的 第二個字 再去 做邏輯判斷 判斷如果是1的話是男 反之又女 這裡的話請各位 也許 其他部分的函數 可以先列入期刊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